北鸣有声 欢迎收听由粤文听说出品 北鸣有声录制的 我有一座恐怖 第7077景 702的年轻女人坐在电脑前 她满身鲜血 身后躺着一具中年男性的尸体 她似乎正在网上搜索 如何快速有效地处理大型垃圾 505房间一个化了淡妆的男人 穿着妻子的衣服 拿着妻子的照片 看着镜子里冻僵的妻子 摆出了和妻子一样的姿势 602的厨房当中 一个男人一遍又一遍地洗着手 他是用各种工具 搓烂了手上的皮还不停止 血越洗越多 怎么血都洗不干净 301房间 无忧被一个看不见脸的大人 捂住了眼睛和耳朵 她倒在血泊中的父母 正被其他楼内居民拖拽住客厅 一段段让人不寒而栗的视频在屏幕上播放 向暖被围在了中间 她的表情越发猙獰 双手挥舞 抓着地上的什么东西就往嘴里塞 她吃完之后 所有屏幕上的画面都开始闪动 随着她重重摔倒在地 屏幕上的画面全部消失了 屋内安静了下来 众人耳边只剩下温情充满自责的哭声 视频里的画面非常真实 也正因为真实 所以更加地让人害怕 这就是楼内最后的真相吗 小孙有种快要被逼疯的感觉 你错了 这只是真相的一部分 诚哥看向黎医生 刚才播放的那些视频里 为什么没有你 大头 丁阿姨 和电工的视频 很奇怪吗 这难道不是正好说明 我们是普通的正常人吗 大头插嘴说道 别再自己欺人了 电工做过什么 你们很清楚 你们杀他 就是为了保全自己 诚哥拉开了背包拉索 杀死房东的凶手 就是你们四个人 谢林林一房间里气氛凝重 许久之后 医生冷漠的脸上 露出了一个惊悚的笑容 你说对了 房东看到了我们的秘密 他是被我们四个联手杀掉的 那些牙齿和承诺书都是我们的东西 你很聪明 但是你明白的太晚了 这栋楼内 现在已经不会有人帮你了 看到黎医生脸上可怕的笑容 诚哥也笑了起来 他的笑容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但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笑容显得更加诡异 你怎么知道 我是现在才想明白的 听到诚哥的话 大头和黎医生都笑了 他俩朝七银招了招手 三人分别从三个方向围住了诚哥 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骗了你 我根本不是什么儿科医生 大头也不是我的患者 黎医生掀开了袖子 露出了胳膊上 剩人的疤痕和针孔 我们两个都是病人 而且是很严重的 无法控制住自己的病人 他们在黑色不透明的袋子里摸索 那里面不仅装着开锁的工具 还装着两把尖刀 上楼的时候 我无数次想要从袋子里取出这东西 最后都忍住了 黎医生拿着刀子 他根本就没有把诚哥当作人来看待 那种目光更像是在打量待宰的羔羊 我一直觉得楼内很吵 现在总算清静了 我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新房东了 你想得到挺没 诚哥把手伸进了背包里 其实我也欺骗了你们 我根本不是什么心理医生 那些被我治疗过的患者 他们都叫我碎颅医生 五指握紧了宛如活人几股的锤柄 诚哥在说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 已经向前冲刺 抡起碎炉锤 重重地打击在了屈银身上 吐了一大口血的屈银瘫倒在地 满脸无法相信的表情 他一句话都没说 甚至脑子都没转过来的时候 胸口就憋了下去 为什么是我 身体失去了行动能力 屈银眼看是要不行了 现在就剩下你们两个了 诚哥站在门口 碎炉锤上的道次摩擦着墙体 发出圣人的声响 诚哥的动作太快了 三人将他包围 上一刻还在好好说话 下一刻就已经有人倒地不起 眨眼的功夫 三个人就变成了两个人 剩下的那两个身上 还全部带着伤 李一省和大头原本分离在两边 看到屈银被砸倒后 他俩下意识地相互靠近 站在了一起 两人手持尖刀 脸上扭曲的表情慢慢凝固 他们的视线在刀具和碎炉锤之间徘徊 但就专业程度来说 眼前的男人似乎更像是一个 无可救药的疯子 而他俩只能算是心里出了问题的病人 同样是变态 但却有本质上的区别 就算是在电影里 他们也很少见到会随身藏着 这样一把真宁铁锤的角色 你们也累了 好好休息吧 下辈子别再做坏事了 陈哥拖着碎炉锤 朝着李一省和大头走去 那两人眼皮直掉 他们看着碎炉锤上厚厚的血字 脸色差到的节点 陈哥一路堵着门 大头和李一省知道 对方压根就没想要放自己走 他们只能拼死一搏 才有机会活命 一直以来 他们都认为自己占取优势 直到现在他们才猛然惊醒 原来一步一步掉入陷阱的 不是陈哥 而是他们自己 双瞳缩小 陈哥没有废话 拖着碎炉锤冲向了李一省 大头肚子上有伤 跑不快 就算他独自逃命 陈哥也有信心追上 所以陈哥的目标非常明确 直接锁定了李一省 面目扭曲精神癫狂的李一省 握着手中的刀子 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正常来说 陈哥现在的位置应该是属于他的 对的一声 李一省竭力地反抗了 但他手中的剑刀 连碰到陈哥的机会都没有 将近一米长的碎炉锤 在陈哥手中非常灵活 他真的太熟练了 李一省和大头相继倒下 陈哥也没有放过屈吟的女朋友 他将失去行动能力的几人 用屋内的电线捆好 这才松了口气 单手拖着碎炉锤 亲亲胸口微微起伏 体力确实下滑了很多 我一路都在养精蓄水 没想到 只是挥了几下碎炉锤就这么累了 从李一省和大头中间走过 陈哥看向被吓蒙的温情和小孙 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都是骗他们的 面对这么凶狠变态的罪犯 我也很害怕 所以只能凶一点 这样才能在气势上压倒对方 拖着残留着衣服碎片和血污的碎炉锤 整个表情非常自然 仿佛自己刚才只是做了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能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你手里的这个家伙 要怎么解释 他是一直装在你背包里的吗 小孙声音在打颤 他感觉自己刚逃出狼窝 又掉进了虎穴 处境探忧 你说这把锤子啊 陈哥用凶手的衣服擦去了血迹 他虽然看起来很凶 其实只是鬼屋里的道具 鬼屋道具 你这话估计鬼都不会相信吗 什么鬼屋会用这东西做道具啊 寒江西叫新世纪乐园恐怖物 陈哥擦干进了碎炉锤上的心 他走到了温情身边 小孙信不信他说的话 影响不大 关键是温情 我之前应该给你说过 说过 但是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温情双眼睁得老大 他一直觉得陈哥文质彬彬 应该是靠头脑吃饭的高智商人士 直到屈婴骨头碎里的声音响起 他才发现自己错的离谱 陈哥从拿出碎炉锤 到三个龙内住户倒地 前后只用了不到一分钟 这个速度太快了 快到了温情甚至都还没想好 该用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陈哥 想象和现实总归是有差别的 不用在意那些细节 你只需要知道 我不会害你 我也想将向暖带回现实就可以了 陈哥给了温情一个安心的笑容 他身上有种特殊的魅力 无论何时都会让人觉得特别可靠 你和我一起进入了那扇门 是我连累了你 刚才我确实有点被吓着了 不过你放心 我绝对会百分百信任你 没有你 别说去寻找向暖 我可能早就被那些人给害死了 温情平静了下来 他很清楚 在这片门后世界里 陈哥是最值得信任的人 你俩到底什么情况啊 我看你们的关系不像是姐弟啊 你 你是在追求他吗 小孙的目光在陈哥和温情身上徘徊 听到他的话以后 温情赶紧又开始解释 陈哥则回头看向了自己的影子 他足足看了夜分多钟 然后取出了张扬的日记本 上面并没有多出什么东西 被我猜中了 原来你们不是姐弟 是姐弟恋 小孙感觉自己又一次分析出了真相 好好活着不行吗